哥哥 小春花这是要害死哥哥 嘘 春秋 如果你要杀了她 就先杀了我 你去欢海找妇娄的夫人 她能救人 天下第一美人 果然名不虚传 你给两位姑娘准备一辆马车 送他们走吧 春花秋月何时了 现在妹妹知道 哥哥为什么这么想要 萧家心法了吧 风姑娘 春花姑娘 能拼牙回来就好 看来这春花姑娘的身份 真是让萧兄烦恼 只是让萧兄烦恼的是 春花姑娘身份的黑白 还是与花家的婚约之事啊 秦兄 我已经绞尽脑汁都想不清楚 你还在这儿取笑我 我就是你的大脑 当大脑知道自己要工作的时候 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最近听到太多 关于春花姑娘的声音 时事不能判断 赎对赎错 但眼下 倒是想出一步好气 萧兄这是要寻根问底 前往花家一探究竟 秦兄洞察人心 不过打着这个旗号 只怕会打草惊蛇 这个简单 半个月之后 是什么日子 八月十五 夜潭城的花灯会远近闻名 中秋佳节赏月携带家人 岂不美簪 到时若是有空 在下陪萧兄一同前往 夜潭城附近的花家 一探究竟 春花姑娘肯定一同前去 其余的人 萧兄可曾想好 风姑娘同去 毕竟她是站出来指出春花姑娘的人 没了 人多不好行事 作戏也得做得像一点 我堂堂一个东山派少掌门 赏花赏月 没有美女做陪成何体统 几位客官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中秋佳节 夜潭城赏花灯的人 实在太多了 目前就只有这两间客房了 还请几位多担待 那这太不巧了吧 那你说这两间房怎么安排啊 还能怎么分 自然是你二人一间 我们女眷一间 不行 不行 真的没房间了吗 我可以给 不是我 我不可以 他可以给你两倍的价钱 实在不好意思 要不几位先将就一下 今日害时之后 会有些人离开 到时候 给几位客官留着 既然这样 那就这么安排吧 没有 呢 领在上 既然不已